主龙大招要来了 10月17号 主龙研发的白金回达 它终极测试 要照主龙特是3A端有的开放商 那么白金回达的这样 特想而知 而且里面的角色 都是赌剑系列里面的老熟人 作为赌剑系列的实验脑粉 武教肯定是不会错过的 请大家也十分期待 和这些角色的意识相遇吧 那么本期视频 武教就先为大家介绍一下 里面有哪些赌剑上的角色 跟原作又有哪些联系 点多以外 咱们接着盘点 其他赌剑系列的角色 投币10经验 转发5经验 即可以提升你的等级 也可以让武教做出更好的内容 这一段对武教 后续也能第一时间 获取最新游戏消息 首先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王皮鞋 北洛 作为赌剑山男主 来到白金回达 却只能送破来地 都还是大英语诗 而且他那次大招动画 摩托登台出赛车的感觉 短信的他速度的 从来不是交通剧 在赌剑山中 北洛的身份是在 人界生活的王皮鞋 但他嘚嘚 旋嘚自知命不久违 并两次让他继承王位 除了为了解决 天路城大阵的问题 北洛决定前往人界 之后就开始了一段段冒险 白金回想中的北洛 则摇身一变成为了 陆路运输的一名团地员 曾经还是三十手 好家伙 比如说票里怎么这么熟练 然后就是在这次测试 财经塔池的云雾业大佬 作为赌剑山中的北洛端派 前期的战力担当 现在人气在赌剑玩家中 不用多说 就和池屏幕前弹幕一样的多 云雾业最开始 只是禁云摄像的一只小眼兽 之后因阻止了人家大战 被妖族尊称为英时军 游戏开始时 受玄特所托 保护北洛 最后北洛情定赤水 白金回想中的 云大佬与著名代言家的身份出场 神秘又低调 逼得直接拉满 在三战时 咱们第二章的剧情 全到云雾业的帮助 才能顺利通过 只能说代物要带出经验了 不过她在三册中 并没有进入塔池 那么这次终极测试 大家一定要好好深入了解下云大了 这就是陈英 独猿山里的女主之一 作为牛逼轰轰的皇帝后人 但毫无娇涉之风 而且有很多经典台词 人若是没有了心里的那点意志 那点气性 手握再强的力气 都不可用 在独猿山群魔乱舞的代表影下 她作为战斗力低下的人主 她也说是无人为力 但她作为一名真正的学者 依然活出了多姿多彩的一生 虽然常常与电灯帽的身份出现 但却很难让大家对她生出恶胆 在白鸡回廊中的陈英 依然是一副少女装扮 通常加入了博物学会 在摄影上也保留了充满好奇心的信德 并随时拿着这张机 甚至无人机也能轻松操痛 甚至玩出了以气预激的感觉 教练 我想学这的 最后就是在独猿山中 承报了大人笑点的女装大佬刘兄 好家伙 这家真成女的了 在独猿山的剧影中 初次相遇就在梦中 知道这是变身女性 手都不知道往哪放了 在之前城中记忆你 刘兄直接被清修弧弦 为什么自己找上门 不知道大家是羡慕还是害怕呢 白鸡回廊中的刘兄 不仅继承了小人家的身份 和喜欢做白人梦的习惯 还获得了真正的超自然力量 变得这么大 变得这么强 说不定还真能拯救世界 所以你最喜欢哪位角色呢 感谢大家的3点钟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